第一場比賽 好像第一場比賽也是大運會 所以那時候其實自己還不了解今年自己的狀況 然後跌跌撞撞 雖然有跑出破旋河成績 但我覺得還不是一個很穩定的狀態下 所以後面到了國邀賽 遇到真正的實力相當的選手的時候 我的抗壓性還是維持在一定的狀態上 所以我覺得經過這兩三場比賽 我覺得我的狀態還是維持在那邊 這兩屆亞運就是有好有壞 因為四年前可能我真的還很小 大家不會把目光跟壓力投入在我身上 那這一次因為去年是大運的關係 所以會有更大的壓力 但我覺得這是我們選手要去適應的東西 不是說別人不要一直給我壓力 你到這個層級選手了 這種壓力是一定會有的 那你要怎麼自己去調適 我覺得比較重要 還是會有期許 因為我在日本大學生的時候 然後也跑10秒11吧 我就會想說 再回來這段期間好好的重新訓練 然後調整在亞運的時候 當然是希望我可以進入到10秒10以內的境界 我覺得一個10秒10是一個等級上的差別 我覺得啦 一個心理上的感覺 所以我希望可以再更挺進更接近他們一點 200的方面其實還不是在一個很穩定 因為我也不知道下次跑3-3是什麼時候 或者是接下來大部分都是在3級4級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亞運的時候 200公尺我也不會想太多 就是盡於自己的力量去跑 然後當然是希望我可以在一個水準之上 甚至更好 不僅突破大會紀錄 而且這是全國紀錄 我們最終的目標還是奧運嘛 所以其實每兩年每兩年就會一個很大的比賽 或是每一年等級很高的比賽 其實我就覺得是像爬接梯一樣的道理 就是你訓練一個半年然後檢視自己 訓練一個半年再繼續再檢視自己 然後每年都會有每年的收穫 慢慢的你回頭看的時候 你不知不覺你就是達到現在這種等級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還是專注於當下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長遠的目標 然後我們還是要專注在當下的訓練